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阿鬼 那我們今天也是要來聊聊這個 大家敲碗已久的一個話題 也就是英靈 那關於這個英靈 相信在座的各位粉絲們 還有在鬼哥廣大的粉絲同學們 裡面應該有不少的媽媽 或者是年輕媽媽 甚至沒有當媽媽的同學們 很多的同學會思信鬼哥說 關於英靈的種種 包括他們會有一些賦罪感 或者是有一些自己不小心流產小產的人 那究竟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甚至會給曾經小產的這些媽媽 然後帶來一些惡運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我們先來談談宗教信仰的部分 在各大的宗教信仰裡面 其實有些人支持英靈說 有些人不支持英靈說 甚至有些呢 是到後來才被人家慘揚 說我們這個宗教有英靈之說的 我們先來談談基督教 基督教對於英靈的看法 他們覺得說 嬰兒來到這個世界上 在你肚子裡面 著闖形成胚胎之後 它可能就是一個生命 但是呢 這個小小的生命 不小心在半路上夭折了之後 會不會對我們的人有什麼印象 其實不會 他們的觀念就是說 英靈在小時候沒有成形 來不及到這個世界上 那他走了之後呢 其實很簡單 他們的說法就是 他回到天堂上面去 跟著你們的這些 耶穌基督啊 再度回到他的身邊 接受他的愛 然後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 無私的愛 繼續奉獻給人間 非常的簡短 因為在聖經裡面 其實基本上 找不太到有關於英靈的這個說法 只能找到這樣小小的一點點的解釋 所以基本上來講 基督教是沒有英靈說的 後來有某些基督教的人 意識到說 慢慢很多的人對於墮胎 或者是小產這件事情 產生的賦罪感 那有部分的基督教的信徒啊 還有這些教會 他們就開始新寫了一個 叫贖罪卷的東西 表示說 你今天因為不小心把小孩子給夭折了 或者是沒有把它生下來 然後把它拿掉 你希望贖這個罪 贖你心中的罪惡 那我們這邊可以販賣贖罪卷 你只要購買這個贖罪卷呢 進行祈禱的話呢 我們的神父 我們的耶穌 就可以赦免你的罪 接下來是佛教的部分 那佛教又是怎麼看待英靈這件事情呢 其實在佛教的廣大世界裡面 不管是印度 不管是中國 不管是西方國家 基本上也沒有英靈之說 但是有兩個地方例外 就是台灣跟日本 日本有所謂的水子 其實水子指的就是 在腹中的胎兒 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那這個水子 在我們媽媽的身體裡面 不小心夭折了之後 它會去到什麼地方呢 日本的宗教是這麼說的 他們說啊這個水子 只要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不小心流產小產的話呢 它就會被地藏王接走 被地藏王收走之後呢 它就會跟在地藏王菩薩的身邊修行 然後進入輪迴 來到下一世 或者是下一個投胎的機會 那台灣又是怎麼說的呢 因為台灣的宗教包容度非常的大 所以說說法也非常多 我們台灣對於英靈的講法 有的人說是因果業障 你如果今天把這個小孩子給拿掉 或者是辦入妖者的話 就會背負這一條罪 然後甚至背負這個因果 因為你今天殘害了一個小生命 所以我們必須做功德回向 我們必須做一些法事 來超渡這個因靈 所以在道教裡面 會有所謂的渡王科 或者是渡英靈 渡英靈就是拿來專門針對 這些夭折的小孩子所執行的法事 很多的文獻記載裡面 甚至新聞曾經報導過一篇 關於英靈的這個專題報導 就是在我們台灣1980年的時候 才開始有英靈的說法 那英靈的說法是由某一間寺廟 他們看著這個關於英靈的法事 有利可讀 有商業需求 就是有市場 然後他們就開始做了這個 渡英靈的法科 關於這間寺廟 它是佛教還是道教呢 我就保密大家自己去查 一定會有查到資料 那隨後呢 就很多人來踢爆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英靈之說 這些根本就是無期之談等等的 等一下 那我們再談談另外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國家 就是泰國 泰國的宗教又是怎麼看待英靈的呢 相信在鏡頭前面的各位觀眾 對於泰國的這些宗教一定不陌生 充斥著佛 充斥著阿戰 充斥著古曼童 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鬼靈 泰國也是一個宗教信仰非常濃厚的一個國家 那他們又是怎麼看待英靈的呢 他們認為這些英靈 還沒有來到世上的時候 在我的媽媽肚子裡面 然後不小心夭折往生 他依舊有靈 所以說這些泰國的阿戰 就興起了製作古曼筒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製作古曼筒的出發點 並沒有好與壞 但是製作古曼筒之後呢 就會供別人祭拜 那在早期的時候呢 這些古曼筒其實都是收納在寺廟裡面 供這些阿戰 供這些和尚 然後來念經超渡 或者是安置這些英靈 才會有這些古曼筒 那隨後呢 泰國的旅遊逐漸興起 然後觀光各種經濟產業的蓬勃發展 包括宗教產業 漸漸漸漸的有很多不法的阿戰 把這些英靈收集起來 然後供自己拆遣就算了 甚至販售這些古曼筒 讓大家請供回去祭拜 這背後牽扯了很多千字萬語的英國 那這些供奉古曼筒的這個興起 也是因應現代人所需所產生的 現代的年輕人怎麼樣 只願意享受製作過程 不願意享受製作過程之後的責任 導致了現在很多的人想要養小孩 但是不想要麻煩 甚至也不想要體驗這種過程 我不是說單純只是的這個過程 還有一些就是 小孩子你必須拔屎拔尿 你必須24小時的餵他 照顧他 看他有沒有餓著渴著悶著 還是涼了 照顧小孩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年輕人呢 卻很少有人有家庭觀念 甚至對於小孩子的撫養 他們也不想要盡到這些責任 但是又想要體會一把這種家庭的感覺 所以就開始欣喜了很多的人去領養這些古曼筒 好那接下來由鬼哥來講講我的看法 其實很多的小媽媽或者是年輕的媽媽 或者是不幸的媽媽 就是曾經有不小心因為身體的狀況不好 然後沒有辦法順利將小孩子生下來的媽媽 我希望先跟你們講一句話 各位辛苦了 但是呢 在你們辛苦之餘 然後小孩子又不幸的 沒有順利的來到我們這個人世間 其實你們都不用產生太多的負罪感 產生負罪感其實 反面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你們良心為人 身為一個母親為母則強 對於小孩子觀望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母性以及天性 女生與生俱來的這種天性 那關於小孩子 他沒有辦法順利來到我們這個人世間 究竟有沒有負罪感 取決於你的起心動念以及結果 還有處理的心態 很多的人都會覺得說 小孩子來到這個世間 要來做你的小孩 可是呢 很多的人 卻不是大家所想的這個樣子 他們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只是自己的思慾 只是自己的欲望 然後一時的衝動 讓女生懷孕 然後又不想要接受這樣的結果 也不想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所以只好出池下車 將小孩子淫產 將小孩子拿掉 在這邊我要跟其他的男性所說 在你們造業的同時 這個因果 其實不是這個小孩子所造成的 而是你針對這件事情 所犯下的這個慾念 所產生的罪惡 小孩何辜 母親何辜 但是母親很抱歉 我在這邊也要幫男性講一句話 一個巴掌拍不響 你一定也會背負相應的一些罪惡 如果你們兩個人沒有打算沒有計畫 請各位做好地運措施 讓這些無辜的小生命 來到我們這個世界上造罪 陰靈究竟是什麼樣的時間所產生的呢 基本上只要有胎盤的時候 陰靈就會產生 因為我們的人所謂的靈肉相依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人產生胚胎 那他開始要生長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靈 所以我們常常說我們人類是靈長類動物 有靈 我們的人的身體才會成長 成長長大了之後你把它生下來 然後才能給予智慧 這個小孩子啊 在我們人世間才有了靈跟智的結合 那這些小孩子既有了靈了之後呢 基本上他不會有所謂的正念 也不會有邪念 所以說很多的小爸媽 還是這些流產的這些媽媽們 我必須告訴你們 你不用擔心說這些小孩子 對於你們來講 會不會產生什麼 小孩子反視你們啊 小孩子回來討債啊 小孩子回來找你們 幹嘛幹嘛之類的 這些你們大可不必擔心 但是你們必須擔心的就是 你們因為當時一時衝動 所犯下的這個罪孽 我們人其實就是一個善惡的結合體 沒有一個人是全然的善 也沒有一個人是全然的惡 請把你們當時犯下的罪孽 把這些過去的負罪感 轉化成正念 來做一些好的事情 善待你身邊的人 善待你將來的小孩子 那如果你是蓄意的同學 你就要注意啦 蓄意的同學他們會怎麼想 為什麼他們會有負罪感 會需要背這條罪的原因 就是說男生或者是女生 他們沒有什麼責任感 也沒有什麼擔當 來承擔他當時做這件事情的後果 他純粹就是享受這個製作過程 那相應到你的生活的種種點點滴滴裡面 我相信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自然而然 我們的人生以及我們的看待事情 還有在做事情工作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常常因為衝動 然後造成了一些不可磨滅的後果 然後這些事情就會像一個圓一樣 不斷的往往復復纏繞在你身邊 久而久之 你自己就會覺得說 經過那件事之後 我變得人非常的不順 運勢變得非常的差 或是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其實這一些 都是你自己心裡面的負罪感在作罪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那我們今天 英靈就用這個簡短的篇幅 來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要 聽或者是有想要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鬼哥看到的話 會再陸續做回應給大家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 我們下個影片 下方的影片 來看我們下部門 下方的影片 有請人